好的,各位朋友们,让我们随着转播镜头,再回到湖北来请您欣赏的是13到一次赛季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第二循环第一轮的这场比赛,湖北队在主场迎战八一队 马上将要进行的是双方的第四场的比赛,由八一队的林丹对阵湖北队的刘明 林丹他上一轮战胜八一队,战胜青岛队的时候他出赛了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林丹啊,现场的观众啊 其余林丹的出场也是非常的热烈啊 比赛开始 这个是两个左撇子啊 哦,好球 这球我们看林丹头顶区点杀以后呢,抢到了往前 这球他想骗对方一个,你看 但是那刘明呢也是一个左手啊 压对方头顶区啊,刘明的这球出现失误 一米 进往短球,包起来反排过渡一下 刘明头顶区突击,然后杀上网 然后王口呢,扑这一下 土顶区突击,杀上网,扑 这一下下的下手太狠了啊 嗯,发球骗到了对手 林丹后场标志性的乐起的批杀 这块球要是准备的 这球林丹自己失误了 基本上是一个手上球 我们可以看到林丹这个比赛 他就是用控制球 他的比赛现在主要是以控制为主 他也不提速 基本上就是用球路来控制对手 林丹失忆刘明换一下球换一个球 林丹失忆 慢慢开 漂亮 你看林丹的他这个球 整个球路的组织 跳起来 动作的一致性非常好 看着是要劈杀 突然间跳下空中以后 滑板掉直线 出界了 这球 球发的不是很好 刚好对上了 对方揭发球的这个节奏 对方揭发球直接推 这板球推的速度还是挺快的 放拍过度 线内 这球林丹其实快速点杀这一下它是有机会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拍它还是显得有点随意了 这球出的不够严谨 还是想再 再调一个 对方揭发球 8球拖后场 跃起 杀斜线 一个转弯的杀球 这个杀球呢林丹自己出现了失误 8比7 现在是第一局 刘明的8比7暂时领先 放网 对方挑起来压对方头顶缺 出现失误 9比7 这局呢林丹自身的生物还是偏多了一些 后场乐器批掉 这个球落点非常尖 我们再看啊批掉 然后呢 抢到了高点 杀上网以后抢高点 反拍拨一个对角线 手上9 9比8 这局林丹失误送给了对手不少分 尽管刘明是主场作战啊 但是我们看到现场呢 呃观众呢 还是呃在给林丹呢 加油 谢谢 多蹭几下 10比8 刘明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接杀不错 这球应该说林丹的接杀接得很漂亮 反拍接杀 对 林丹自己失误了啊 这样11比9 刘明是上的第一局 当会儿一屁住在三角封门 或许多道路地际 或许多道路地际 也不许多烈 放网 放网 这球应该是四线盼的一个戒内 观众朋友为了文明观赛 比赛期间请不要使用散光灯照相 观众朋友为了文明观赛 刘明也是想用一个假动作去欺骗林丹 我们再看一下 他稍微等了一下 然后用正手要勾这个对角线 出现失误 请新义区的朋友不要使用散光灯照相 双方都往前的小球 我们再看一下 林丹反拍回放 这球在网袋上蹭了一下 运气不错 翻满而过 这一局呢 就是林丹感觉他就是比第一局呢 要投入了一些 专注度呢 专注度呢 也提升了 四方球 把对方拉开 带有一个假动作啊 突然间的挑后场 好 谢谢 好 谢谢 六 六 放网 这个四方球打的质量很高 压对方投进去 放网 这球流明意思是林丹有过往击球的这个嫌疑 等我们通过这个角度再看一下这个慢镜头 这个是看不出来的 8-1 湖北队加油 加油 这一局我们看到林丹的运气也不错啊 连续的两个这个擦网球都落到了对方的场地上 刚刚这是一个正手的放网擦网 还是有假动作啊 还是带有欺骗性的这种出手 但是这一球呢 力道没有控制好 这林丹的表情显得也是有点自责啊 认为这个球不该输 挑起来热明沙出界了 我们看正手区啊 跃起批杀 这样11-2 林丹的胜了第二局 前两局的双方是战成了1-1 直收151-1 上一轮是8-1队4-1战胜了青岛队,林丹是龟队,然后拿下了南丹的比赛 4-1战胜青岛队以后,8-1队也是两年胜 这一轮是8-1队的做客湖北一昌 如果林丹拿下这场比赛的话,那么8-1队将战胜湖北队 总的战绩将会变成四胜两 我们说了12支的俱乐部分成红蓝两个大区来进行比赛 每个大区是6支队伍,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这样的赛制 然后每个大区的前两名进入到季后赛,就是我们说半决赛 另外,中国羽毛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现在还规定了 就是各个队可以引进外援 但是外援,它必须是各个项目,世界排名前八的个人或者是组合 2-0 那这个是为了保证外援的质量 保证宇超,这个赛事的俱乐部超级联赛的精彩 厦门队好像刚刚引进了这个德国的名将申克 另外呢,像湖北队呢,他们也引进过这个南双的好手马吉拉和亨特拉 好,谢谢 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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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反派把球挑起来 接杀放网 再挑起来 刘明这球自己失误了 正手往前想勾一个对角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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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你看又是一个翻网而过 就说明这个林丹他手上的感觉确实是非常的细腻 就是说你连续的翻网这个就不仅仅是运气 就说明他手上控制球的能力 这个球感确实是非常好 继续比赛 6比1 这球刘明抓到了 知道对方还是要回往前 逗往前的小球 我们看刘明放 刘明放的这个短球质量已经不错了 林丹的回放有点勉强 刘明放球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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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区 这球反拍再戳 这球要求太高 想戳一个尽量贴网的球 对方反拍过度 这个球质量不高 林丹在头顶区跃起砂直线 4-10 5-10 林丹试以换一个球 杀 这样11-5 林丹胜了第三局 从而也帮助八一队 大比分是3-1 战胜了湖北队 因为这个雨超的比赛 它是五场三胜 因为八一队 是先拿到了三场的胜利 其实已经是获得了 这场比赛的胜利了 第五场呢打不打 这个双方要协生 好的观众朋友们 那么雨超的比赛呢 我们就已经转门到这里 在10点半钟呢 我们将要为您带来得奖的 这个一场重头戏的转播啊 这是由 云达布莱梅 对阵拜仁慕尼黑的比赛 22点30分 欢迎您呢 在体评频道呢 体赛评频道呢 收看这场得奖的转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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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